的籃球最重要的是眼神 爛招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又要來上籃球課啦 歡迎今天的來賓 籃球 還有 你剛剛真的 我以為馬上是要Cue我 趕快跑進去 欸不對是籃球 可惜剛剛沒有撤拍到你 剛剛超白痴 我來學他一下 他剛剛是讓我歡迎今天的來賓 籃球 Ari 你很煩欸 可惡 而且這太陽超大 要插防曬 好你先插 你要插 插防曬 插防曬 今天為什麼要來上籃球 因為前一集反應熱戀 大家都跟我們說 籃球真的是一門很棒的學位 而且大家很想要學 那我想要問一下今天的來賓 Aris小姐 請問呢你平常旁邊在打籃球 我平常投籃機超強 200多分 比你在屁怎麼可能 真的真的 旁邊阿伯看到都傻眼 我不相信 真的 我跟你講今天呢我就是要來教你投籃 好好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有跟我爸爸一起在看MTA 喔真的嗎 對然後我還知道他最喜歡的那個暴龍 對這一件 所以你今天應該不會穿這件就是你爸爸的衣服 對對對你看這個 The Coaliner 對阿 而且是明星賽的那個款式 對我覺得暴龍根本就是他的籃球 對這一集其實說真的金猴賽 暴龍呢靠可惡的一個表演 就不要等下七月 約滿了一個人就被人家籃球 欸你有在看喔 我的爸爸會跟我講 所以你被迫一定要吸收這些姿勢 因為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說 喔你的球員怎樣 我很喜歡你的球員 然後我就一直停停 就耳如木然這樣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對 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教你投籃 希望呢你之後在籃球場上也可以跟投籃機一樣 好啊好啊 還想Peace的 拜託 先嗆一下就對了 唉唷 現在呢我們要先開始PK 好 要一樣是打六分 好 等一下就看一下到底誰厲害 好 好像很屌喔 應該我 頭盡就可以 頭盡就可以 頭盡就是平手要繼續修 好 你們進 隨我的球 1 3 唉唷 走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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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唉唷 唉唷 你在看什麼 唉唷 咿咿咿咿 是 你他在罵他嗎 誒 你看這什么 唉唷 爛招 爛招 發現你不要那麼近頭 你待會離開 你要帶進去一點在頭 地圈 地圈 好痛 好痛 那這一次 距離 快捆滑 退路 退路 王 喔喔喔喔 沒講啦 前面你幸運啦 我讓你太近 本來個超近 真的很會投耶 我被追上了 我根本就是天才 籃球最重要的是眼神 好可怕喔 喔喔喔喔 來啊來牽我的球啊 你好爛喔 你腳印象不見 太爛了 4比2 4比2 我要掙扎 我沒有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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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欸 差一點點 好球 好厲害 沒有掙扎 我就來個技能掙扎 不可能啊 喔喔好球 啊結束 我輸了我要去喝水 欸剛剛不是在打球嗎 怎麼現在在這邊 因為剛剛真的是 太熱了 我們是那個溫室里的花朵 沒辦法在太陽下曝曬太久 欸亞運欸 所以呢我們現在在旁邊 乘幾乘兩 看一下旁邊的孩子 天真無邪 浪漫 燦爛 我怕太多 對 用足球再打籃球 欸真的欸 未來可照子彩的 真的欸 那 待會呢我要直接進行教學 那前面我講說要教你什麼 投籃對不對 你投籃還可以 但是你有一個東西很不行 上籃 根本就沒有上籃可以 剛剛進攻到一半 如果假設你切不進去 你就會直接 停下來 停下來之外 你還會直接在原地 然後 邊跑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要 對身下藥的話 要邊跑邊投 對你要邊跑邊上去之後 然後把球給上上去 它就會上 好 我現在呢 就來示範一下怎麼樣上 好 好 這樣會了嗎 這樣怎麼可能會啊 這樣不會喔 我看人家游泳 我就知道怎麼游了嗎 欸 看人家走路就會走路 對 看人家示範就會示範 沒錯 今天的來賓很調皮 我跟你講 待會怎麼治療的啊 怎樣治療 我們用一個 上籃教學治療法 好 你是右扁子還是左扁子 我是左扁子 左扁子太好了 我投籃也是用左手 上籃左手也是比較強 教你左手上籃 別堂課學不到的 在這邊同樣都有 一開始你要先學會運球 這樣運嘛 好 那接下來上籃 左腳要先踏 再右腳 然後再上籃 一開始女生呢 上籃盡量可以雙手上 因為女生力氣可能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可以雙手來上 其實我力氣蠻大 你看 喔 硬的 好 收球 你會發現你就沒有跨到兩步 假設我右手暈 暈到一半 我要收球 你可以帶著球走路啊 可以可以 籃球規則裡面是你連貫動作 你可以走兩步 所以不用怕 唉唷有喔 耶 所以我就是天符 天符符符 天符符符 我就都走了一步啊 有一點 就應該右腳在地 左腳往上 一二 左腳先跨 一二 對 一二 欸 你會發現比較有view 但是一開始身體比較難斜 對 我好像有點 你同手同腳而已 但是因為你是兩手的關係 所以會有點 感覺不協調是正常 因為像我照理講 如果我右腳在地 我左手抬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因為你要兩手頭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來 來 再練習 你會發現很難協調對不對 對 那我來做一次給你看 好 對 對 對 有喔 我覺得Aris 一個蠻厲害的地方 是他獻學 直接獻匯 對 我是一餐到我爸 因為我爸現在五十幾歲 他還在打籃球 欸下次可以看你爸打欸 可以 他都是在瓜國新城公園那邊 籃球場 他只要可以連續打六場一 然後都在上面 五十幾歲還可以連續打六場 真的他講的 欸爸爸欸爸爸 如果你在看這一集的話 我想告訴你 堅持籃球是正確的道路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來驗收吧 現在來到了驗收時間 Aris 你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那驗收的規則是這樣子 驗收五次的上籃 那五次當中 只要成功三次 就算你通過 你有信心嗎 有 挑戰者就挑戰位置 GO 欸進了 進來第二球 GO 欸其實哥走了一步啊 沒關係 反正第二球沒進 欸接下來三球要進兩球 對 那如果不及了怎麼辦 我請你吃零 請這一次也吃 好請看旁邊小弟弟們都吃 弟弟你們要吃零 對 他在森林公園全部的弟弟又過來 對 是不是有要請吃兵喔 對 第三球 欸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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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球進兩球 還有剩下最後的兩球 第四球挑戰 LET'S GO 喔沒進 喔喔喔喔喔喔 再一球就要吃兵喔 再搶輸的弟弟們 不要再少了不要再少了 再少了太多了 OK 一半了 你要不要過來 再吃兵啊 好乖喔喔 最後一球挑戰 第五球 LET'S GO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你真的很大方喔 天哪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方的姐姐 要不要算一下這邊的弟弟有沒有數 一二三四五位嘛 五位弟弟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Enough 我覺得這弟弟真的非常的有才 而且呢就是剛剛一個招一個招的時候 還給我杜老爺 他要選啊 好好好我們去買杜老爺 那我們ARIS呢挑戰失敗 不然我們就出發吧 走吧 好可愛喔 結婚結尼 小朋友們前列紅綠燈喔 我們現在就在Seven的門口 那待會呢小朋友你們就去選你們想要吃的冰淇淋 攝影師也是你也是 太熱了就大家就吃吧 哇謝謝ARIS姊姊 你不要叫我姊姊 好啦我們進去吧 Let's go 你自己也把這邊扯掉 哇大家手上現在都有什麼 那小朋友們要跟ARIS姊姊說什麼 謝謝 好乖喔 而且剛剛的很幸運的 剛剛是誰抽獎的 我 你抽到了幾折跟幾折 九折七折 他抽到了九折七折五折 重點是第一個七折的時候 欸要抽 我說阿順便抽個七折啦 然後他就七折了 真的直接按到七折 我真的覺得你是神抽很厲害 很厲害 感謝你替ABY姐姐省錢 這一集呢我們終於把它拍完了 好熱啊 今天的天氣31度 喔很熱耶 好熱了 拍完了我已經黑了八拳 有嗎有黑的感覺嗎 有這邊很黑 這邊是前幾天賽的 最近很開心邀請到ARIS來到北藍籃球教學 那接下來你想要再學什麼 我想要學 其他教學我跟你講我也是OK的 但是都是教一些很基本的 因為畢竟我也不強 OKOKOK 那如果喜歡ARIS的頻道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ARIS愛瑞斯 不要忘記訂閱GINOGINO的頻道 和按讚粉絲專頁 不要忘記到我們的Instagram GINOISFUNNY追蹤我唷 如果你想要再學到什麼籃球技巧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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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